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的状况下 台湾各行各业都受到极大的冲击 高雄市长韩国瑜就特地前往本州工业区和业者会谈 倾听业者的需求 韩市长也表示是否会做好企业的后盾 一起度过这一次的难关 高雄市长韩国瑜前往本州工业区业场上座谈 他表示因为疫情影响让各行各业的冲击很大 除了呼吁银行不要抽银根之外 也责成市府跟罗斯工会共同向经济部提出建议 请原料供应源头中钢稍微调降价格 让厂商可以度过这一次的疫情难关 一起来照顾劳工 所以我们很乐意跟银行团 大家个别跟银行团来打交道 来拜托银行团 第二个就是跟中钢这边也协调 我们期盼要把这个声音发出去 第三这么困难的时候 要拜托大家 要劳工朋友一定还是要尽量来照顾 因为每一个劳工把他的青春时间都投入在公司 一个劳工就是一个家庭 事实上劳工朋友是非常的辛苦 请各位企业主无论如何咬紧牙根 尽量来照顾我们广大的劳工朋友 韩市长表示全台螺丝工厂约1800家 其中高雄陆珠康山就有600多家 目前台湾螺丝出口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三大出口国 除了勉力厂商在疫情期间做好防疫的工作之外 也能加强研发的能量 为下一步的跳跃做准备 市政府这边所有的劳动部门 劳工局也一定会跟大家来配合 那我们金发局这边也一定会来跟大家配合 我们一定是大家的好朋友 我们是大家并肩作战的 一起度过难关的好朋友 有任何问题 请透过我们本州公共园区 我们的服务团队 或者跟本地的meetive来沟通 跟市政府这边来反应 我们一定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刻 紧密地跟大家站在一起 业者反应相关建筑及环保法规不合十一 而外籍移工来台期限届满无法序留 业者表示外籍移工在台届满12年 技术成熟将无法序留台湾 而市府表示将会在行政院会时 向中央提出反应 协助业者解决问题 记者吴炳元高雄报道